身为一个外科医生 大半的时间都花在处理病痛的问题 我几乎每天都要害到 大部分的精力都尝试控制 和減轻病的痛楚 我有想过病痛的目的 我们没有人能够可以免于病痛的折磨 我看到有些人面对病痛的方式 都是很不同的 有些人在愤怒里面离开神 有些人想为病痛而更接近神 我也像你们这样 有个病痛 而痛楚是治疗过程中的一个指标 病痛很多时候可以教我们学习忍耐 或者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英文用patient去形容病人 我很想为你讲到这样写 我们所受的痛苦 所经历的考验 绝不会徒劳无功 那会帮助我们学习 培养耐心 信心 感恩 和谦卑等特质 透过悲伤 受苦 辛努和苦难 我们都会能得到世上应受的教育 罗伤 罗伯 可以斯 长老 都说过 类似又说 痛苦令你谦卑 令你思考 我很感激 有这样的经验 我学习到 在大手术之后 身体的痛楚 传遇和灰改过程中 所经历的灵性痛苦 传遇 都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所遭受的苦难 不是一定是我们的错 就好像突发事件 冲突 或者令人失望的情形 突如其来的疾病 甚至身边人的死亡 都会影响我们的人生经验 另外 我们都可能因为人家的行为 而遭受苦难 尼海指出雅各 由于他哥哥的躁暴 饱经痛苦和忧伤 对立在天父幸福计划中的一环 我们所经历的对立 足以令我们意识到天父的爱 和体会到我们需要救主的帮助 救主并没有自身是爱 他亲身经历过 对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痛苦 他承受所有人的痛苦 是的 每一个人 包括男人 女人 或小孩的痛苦 所以 我们只管坦然无据的来到 私恩的补助前 唯要得连述 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 有时候 我们陷入痛苦的心怨时候 忍不住会问 在基列 起没有乳香呢 在那里 起没有医生呢 我见证 答案是肯定的 的确有一个医生 耶稣基督的赎罪 能够在任何一个困难 和称风里面 去帮助我们 另外有一种痛苦是我们自己要负责的 灵性的痛苦深深埋爱我们灵魂深处 我们可以感受到无净的痛苦 甚至好像艾尔玛所言那样 被难以形容的恐惧所苦 这个痛苦 来着我们还未悔改的罪行 但这个罪行 是可以有一个自如的方法 是藉由指耶稣从父而来 提供给每一个愿意去悔改的人 基督说过 你们现在还不转向我 悔改你们的罪而归信 仍我治愈你们吗 基督亲口地教导 父派遣了我 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 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 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 因此 我将贫值父的大能 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 或者 祂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持续地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去提升 祝福 加强 支持 引导 以及宽恕我们 如同尼菲在意证中所看到的 基督在晴世的很多事工 都是为了祝福他人 治愈身体 情绪 以及灵性上患有各种疾病的人 我看到一群人 有的生病 有的身受各种疾病的折磨 天时将这一切事情 显示给罗汉 神的高人的权能治愈了他们 阿尔玛都预言 他必度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 折磨 试探 承担人民痛苦 疾病 使他的心肠能够满怀慈悲 这样他才能因肉身 了解如何依照他人们的软弱来救助他们 有一晚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这次我不是医生 而是病人 我重复又重复地读这几次经文 心想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 为了谁呢 要怎样才能符合资格呢 是不是做了之后 我罪就得到宽恕呢 我们需要争取对神的爱和帮助呢 当我沉思的时候 我了解到 基督的诚世生活中 选择了他体验痛苦和忧伤 使他能够了解我们 我们或着都需要去经历人生的苦难 才能够了解基督和我们的永恒目的 亨利艾灵会长教导我们 当我们必须在苦难中等待救主救助的时候 如果我们明白到耶稣基督已经亲身经历过我们所有的痛苦 我们就会等到得到安慰 对这种能力又信心 会令我们又更有耐心去祈祷 工作和等待救助 他原本可以透过启示就知道如何救助我们 但他选择了透过亲身经验这个方式 去获得这个知识 那晚我感觉自己被环保在他的爱的手臂中 感激的泪水撕透了枕头 后来 读到马太福音关于基督诚世传道的记载时候 又发现了另一件事 他到了 有人带着很多人来到耶稣根前 他自豪了一切有病的人 他治愈了所有来找他的人 没有人被拒绝 如同达南乌克斯长老所教导的 治愈的祝福来自很多不同的方式 每一种都合乎我们个人的需要 而心望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需求 有时会藉着医好我们的疾病 或者解除我们的重担来治愈我们 但有时会藉着我们的力量、理解力 或者内心去承受这些重担来治愈我们 他回应我们的方式就像他对所有人一样 所有怨以前来的人都被耶稣紧紧抱在怀里 藉着他大能 所有灵魂都能够被治愈 痛苦都能够被苦慰 我们来的灵魂得到安息 我们今生情况不可能不会立即改变 但我们的痛苦、忧伤和恐惧 都会被浸缪在他的平安和治愈的油膏里面 我注意到小朋友往往都能够很自然地接受 拼痛和苦难 他们谦卑、温顺地默默承受 我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股美好和平静的气息 13岁的雪梨因为脂肪上的肿瘤而进行了14个小时的手术 他在心切治疗病房醒醒时 他说 爸爸,雪油阿姨在这里 洛曼爷爷和布朗妈妈都在这里 爸爸,站在你旁边的是谁? 他生得很像你,只是高你一点点 他跟我说,他是你弟弟吉米 叔叔吉米在13岁的时候 已经死于纤维化肿瘤 雪梨花了差不多一小时去描述每一个房客 全部都是过了世的亲人 精疲力尽的他终于睡着了 后来他跟父亲说 爸爸,心切治疗房里面的每一个小朋友 都有天使去帮助他们 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看我,你们是小孩 现在不能担当一切 你们必须在恩典和真理的知识中成长 不要怕,小孩们 因为你们是我的 因此,我在你们中间,我是好牧人 我们每个人今生最大的挑战 是藉着主基督的赎序而成为圣徒 在这个过程中 被衡量最多的 或者是我们所经历的痛苦 在住境中,我们的心可以变得像小孩一样 谦卑自己 祈祷,工作 和内心等待 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得到治愈 就像若白一样 我们通过考验之后 必如正今 我见证,祂是我们的救责主 朋友,中保,伟大的医生和治疗师 我们的痛苦和罪 我们可以在痛苦和罪中 在基督中找到平安和安慰 只要我们偏僻地归上去 祂恩典是充分 在耶稣基督的肯定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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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